养吧 佐藤志明同学 你的衣服呢 都给你洗好了 也叠好了 谢谢啊 别卖乖啊 衣服都给你洗了 垃圾 明天 行行行 明天没人当 没人当啊 谢谢 这是什么 龙泰度假村标案企划书 哇 你还认识龙董 我想起来了 你还真认识龙泰集团的董事长邱董 你还记得 我当然记得了 我能看看吗 我有啊 他们找你干嘛 合作啊 我说 邱董让我拿着回家看看 看看 看看不就希望跟你合作吗 有机会跟他们合作 一定要合作啊 你干嘛呀 不是啊 人家没有说一定要用我 就是 就看看我有什么想法 你别忘了 我跟你说的 人生的时间是短暂的 在有限的时间之内 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这个就是不错的方案 仔细看看啊 好好看看 别忘了啊 垃圾由你负责 别忘了啊 知道了啊 知道了啊 顶能转的时间 跳上去就不热了 乖 乖 乖 我必须要回去 没关系 那你先回去吧 淼淼我来照顾 那大不了我接着请假就好了 不行 你不能再请假了 你这么一二再再二三请假 小心老板把你开了 而且你这份工作真的不错 你一定要珍惜啊 戳过了淼淼成长的时光 那才是可惜呢 是 如果我老板接受不了 那我自己当老板好了 那 好 那 晚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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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不回去了 我有点事 那你去哪儿我送你呢 不用了 我叫你转车就好了 别客气嘛 我那不有车吗 你叫什么车呀 走走走走 一起吧 停下 停下 等一下啊 怎么了 怎么回事啊 摔了 不走了 对不起啊 给我吧 我拿去修 不用 我自己拿去修吧 放心吧 我一定会负责到底的啊 不用你负责 没事 本来就是我弄的吧 走走走 走走 放心吧 走啊 你叫我等了吧 刚刚临时有点状况 没事 你准备午餐了 当然了 好 我给你准备了点便餐 有酸奶 还有 三明治 我太了解你了 你呀 上学的时候 一忙起来 就不吃早饭 午饭 现在呢 更忙了 肯定不吃了 谢谢你啊 看着就很美味 妹妹这几天 过得好吗 好啊 我就知道 她在你那里住 肯定特别开心 她又回到了 有在军 有你陪她的日子 把我这个阿姨 文文全全的给忘了 没有没有没有 我保证啊 妙妙绝对没有忘了你 最近我还在想呢 妙妙会不会不回来了 你说你想那么多干什么 真的啊 就算她回来了 也是勉强回来的 她的亲友不在我这里 我现在就是担心啊 要是下次还有冲突的话 她不只是跑去你那里 而是要吵着回肯定 我真的不想再耽误你和泰君了 你也知道 泰君为了 为了妙妙 放弃了她的梦想 每次一想到这个 我心里就特别地为难受 我不希望这样的事情再发生了 好 小毛 那你就不要 索尼 我今天 把你交过来 就是想跟你商量件事 我问问你 你说 你可不可以 帮我问问泰君 就按照妙妙的意思 让她 搬到我家里来住 搬到你家里 小毛 这 是泰君的态度 你是明白的 我 我知道 这个可能有点难 所以我才找你来 让你帮帮我吗 你就帮我劝劝她 不用太久 只是暂时的 我在想如果有她的帮助 再加上我的努力 明明很可能很快就可以 适应这里的生活 到时候 泰君也可以很快地 回归她自己的生活了 你帮我劝劝她吗 我知道 我知道 全明白 看在我这么可怜的份上 我真的好想愿愿 快点搬回来 行 我知道了 我想想怎么办 我知道这是一个很难 很麻烦的问题 但是 只要你帮我 肯定没有问题 郑小蕾出马 一定不难 现在该你吃东西了 赶紧点 快 好 好 今天上班怎么样 累不累 压力大吗 好